蔡培会担任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期间 促成农委会水保局南投分局 补助一千万改善四件农村再生工程 今天特别协同水保局人员与乡亲们说明内容 首站来到普里镇南城社区会刊 期盼借由改善社区道路 提升南投县民生活品质及出入安全 当初我们立场和政策的人就跟他说 我们做浪漏在后到喀北顺的浪漏之外 我们社区的道路也需要 所以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快跟水保局说 我已经来看过了 看过后发觉说 其实增头里面的路 反而巷弄比较狭窄 反而这个高低差 反而是社区的人常常进进出出的 很多的老人都会电动脚踏梭 所以这关系 坦白说是危险的 所以我就特别要求 水保局快来整个设计 像我们普里镇南城里 这样的小巷小道小弄 只要有地区我们的蔡里长来反应 然后透过我们普里医疗政长的反应 他一样会想进任何的方式 然后透过相关的计划 来协助我们南城里 来协助这种小社区的居民 把道路把它铺完整 这边有很多的孔盖 到时候也需要做降低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的前行政院中办的蔡培会执行长 重视到我们整个地方的巷弄的一个整坪的部分 普里镇长廖志诚指出 今年初蔡培会率水保局会刊后带来好消息 不仅争取到400万元改善南城社区的人行步道级勾取 考虑到路面不平 也将与台电协调改善人口盖高度 而另外一方面南投县水里乡新德宫庙城广场及周边道路 蔡培会也积极促成200万元进行绿美化工程 未来将增加入口异象设计及景观维护 营造敦青木林的友善空间 蔡培会表示今天会看的都是社区长辈参加邻里活动维系社交关系的地方 但这些地方多年来路面品质不佳 老化斑驳严重 在接获地方人士的陈情后 今年2月开始初步勘察实际状况 今年办理测社会刊 执行规划设计 预计下半年就会动工 以上新闻由正式另来汽车陈佑军林烟宇 在南投县的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